下面我们给顾客介绍我们的第一大功能 紫禁演示功能 也是地板的一个深层清理功能 首先将机体的面盖打开 然后自然的机体全盒的一个手柄 将纤组打开 将自己准备好的造具 卷子的我们将它接上两节 平复在沉河的底盖上 在河上底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底盖的密封性 一定要非常稳 然后将底盖给河上 在河上底盖的同时 和河上底盖的同时 一定要卡到位 今天卡在一身 将沉河放入机体里面 注意机体里面这个纸巾 不要裸露在机体外面 因为影响我们的产品的一个 外观性形象 然后盖上面盖 让第一个在自动模式 要进行清晨 我们的机器人具有一个自动 之间不平的深层发散器的作品功能 但它运现地板上有关系的东西 它会作为一个扇植或一个螺液的形状 目前所开除的模式 是一个螺液的不同模式 因为它已经感觉到 地板上的这个规成量还蛮多的 在机器人 一直的情况下 我们在它的旁边 一个中央的区域 然后擦拭一下 看一下规成的一个螺液的 规成的一个螺液的 那是地板的干净程度 然后将所抓不住的区域 放在手部的旁边 然后在机器干净的区域 你会再把机器干净的 放到那个螺液的螺液 再擦拭一下 它有很多机器 可以了 我们可以将机器再关掉 然后再机器 和吸过的情况下 我们再擦拭一下 哇 几乎是一个干净的纸巾 比日常加工的生活中 所用的错过错的 还要干净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的 沉河的这个纸巾 沉河里面的纸巾 也是非常干净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效果 哇 全是非常气味的一个灰灯 我们将这三块纸巾放在一块做一个对比 看一看我们所打扫的 这个纸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一块是我们在打扫之前的一块纸巾 做擦拭的一个情况 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灰尘 这块是我们打扫之后的一个纸巾 在它的上面 这是几个手指巾 一点也没有灰尘 完全是一个干净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沉河里面的一些纸巾 上面全是很多细微的 自然成像的一个灰尘 这和我们家庭的环境 是非常一样的